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大早我又来到了旧车市场 今天这儿的人气比昨天要高不少 才刚刚九点钟 就已经有好几拨人在看车了 看来今天我要更加努力才行啊 但是我觉得任务特别的艰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昨天查了一下 好车它可能一点都不便宜 便宜的车可能只剩下 质量都有点堪忧 在这中间能不能找到宝 真的是很难说很难很难定论 这是我今天要看的第一辆车 这辆车是2013年的 说是只跑了7万公里 这是这辆车的主人 我愿意试试这辆车 我愿意试试 好的 先试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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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试试 我愿意试试 我愿意试试到另一国 这辆车太大了 这辆车是13万8千英里 非常高了已经 跟他上次跟我说的 那个7万多公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呢 这个车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空调不凉了 空调制冷已经出现了问题 用的其实也满狠的了 然后要价9500美元 实在是太贵了 这辆车里程又高 价格又贵 所以被我直接pass掉了 紧接着 我遇到一个胖胖的大叔 他说他朋友有两不错的斯巴鲁 于是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看 这车是5万多英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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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万多英里啊 啊 啊 是个小小小的 这车是 他说 这车是8500美元 在他设计的 Segurjen值 你的名字 但 我说他设计 只有100-200美元 他说 那是100-200美元? 最后的价格是8300元 8300元 最后的价格是你的名称 这个车价格是8700元 这个车价格是8300元 50分钟我们来到 50分钟 50分钟我们来到 停车 但订阅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就可以 其实这辆车的车矿我是挺满意的 不但行驶的里程少 而且保养的也很好 可就是这个价格不太美丽 我的预算只有7000美元 比人家要的8300美元差的多了点 我刚才又给另外一个车主打电话 给一个经销商打电话 然后他说他的车就停在 这边有一个叫T3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是在哪 这辆车是2014年的 含税价格只要7000美金 也就是说不到5万块钱吧 看到吧 这个灯杆上标着是T2 那边是写的是T3 我还真找到了 这辆2014年的斯巴鲁 看着还真不错 10分钟 他会来 谢谢 不 英文 不 英文 然后他们就说英语 英语 然后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都已经找到这来了 看到他的车了 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在这 这辆斯巴鲁呢 你可以看他还是一辆 配置还可以 还挺高的 里程呢是11万 11万3000多英里 车内部呢看着还行 这是一个天窗 这是有一个天窗 里头感觉呢 还宝铺的不错 还有新车的味道 他这个螺丝有明显拧动的痕迹 这块 够黑的 刚才那个卖车的那些大爷 带着我出去 我们开了一小圈 但是只能在这个停车场里开一开 所以速度起不来 那几步停车 还有过那个坎的时候 那感觉还不错 嗯 发动机很安静 然后过坎的时候 也没有那种框框的那种矿量 所以感觉还不错 而且他这车呢 好像是从美国过来的 是北美的车 所以呢应该是可以查到Carfax 是不是有可能是报废车 或者是事故车 还不太清楚 但从目前看的状况还行 我现在先回去吃个饭 现在已经下午快 快三点了吧 可能 这是我那家酒店下头的这个餐厅啊 看他这个餐厅还挺有意思 都是这种木头的小桌子 小椅子 好 我就点了一个烤串 点了两个大烤串 我的汤来了 他说是鸡肉汤啊 汤好浓 这个什么大块的鸡肉啊 不错啊 这个汤差不多20人民币一碗 还很便宜 哇塞 他这烤串好大个儿啊 我当时在图片上 看不出来这烤串有多大 但其实你看 好巨大呀 今天就把剑一样 我居然还点了两串 我这一串我都吃不了 而且是烤鸡 也不是烤猪肉 不太好吃 喝 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买那个 2014年那款车了 还真的是不错 这款车才来没几天 所以我觉得要下手 可能还是要快一点 非常的惊险啊 因为我刚才看的几辆车呢 都是从北美过来的 所以北美过来的车 它是有完整的车辆 历史记录的 我刚才看好的 那辆2014年那款车 你知道吧 外表看上去那么新 开上去也不错 但是呢 我在这Carfax报告上一看 哇 吓出一身冷汗啊 你看到这块没有 这块就是严重损坏 它有重要提示 你看 这是 等于说这个车辆的这个行驶本 已经注册成 暴废车辆了 也就是说 除非它是发生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损坏 它才会变成是暴废车辆 然后呢 保险公司这著名 他说这个损害报告叫什么 Total loss Total loss就是完全完全损失掉了 就没有任何维修的意义了 在美国报废车辆 难道说 这里所有的车都是事故车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很可能就不买了 可是没有车的话 我后边的行程又该怎么完成呢 你最后的车辆